去享受现在的时刻 觉察到现在当下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我四念柱新念柱的精髓 就是用收睇开始 Hello 大家好 又刚刚回来 这一集就是两个币闲闲闲 我是Ren 我哥就是Raymond 我是Raymond Raymond 你说你近期到这个四念柱 可以先解释一下什么四念柱 那我就由你开始 因为你有少少啟发 我想我很多集之前都说过四念柱 其实什么是四念柱 四念柱的中文就是身体有身 受 接受受 身受心 心就是心脏的心 法就是法律的法 身受心法 这四件事就是我们每个人 经常都会离不开这四件事的 身体 你的感受 你的心念可能是情绪 可能有些好情绪 不好情绪 或者有些开心喜怒哀乐 心念柱的心经常想一样想一样 还有你的法念柱 法念柱其实就是比较深入一些 可能你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一些 三真痴 你自己有些很平静的心情 有没有一些很外在的东西 影响到你的心情 这就是法念柱 宇宙的法质 宇宙的法质 可能是你的因缘法 这是比较深入的 我们先说一下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我会无端的想说这个项目 因为我可能有时 近一段时间 我每天都有禅修 有时禅修 为什么情绪好像这么波 不得平复 有时或者做一下工作上 可能你在做一件事 在发电邮 或者在做一个项目 突然心里好像很乱 在这个情况方面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 去令你自己的心平复回来 有些人就说 不如你专注自己的呼吸 但是因为呼吸太微小 叫你立刻专注自己的呼吸 都专注不了 那我就机缘巧合 那我就找回以前我师傅 是聖言法师 法古山的聖言法师 有一个教导的 有时可能你的心情 突然想做禅修 或者在工作上 你突然可能情绪很起伏 他就叫我们回归手指 我们有一个叫做手指 我们有一个 在佛 你见不见到吗 这个手指 我们这个手指 我们在佛学会问信 这个手指叫做问信 问好问 信是信即是信 说哈喽 说哈喽 当你的心情很错 可能很坦定的时候 试试做一个动作 问信动作 大一点 把你的眼睛 focus在两只手指之间的感觉 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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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掌、合掌、合掌 這兩樣的方法是比較普遍的 而做之前你的眼睛看著自己的手指 感覺一下手指和手指接合來的感覺 亂、真、馬鼻全部都是接受這個感覺 然後做一些兩項的深呼吸 我覺得是對自己很有幫助 尤其是你打坐之前 因為Renee都會每天打坐 有 你打坐之前會不會有做一些熱身運動 我知道好像是你拉筋的 我早上打坐大多數都是會做了一些十多分鐘的瑜伽運動 或者一些伸展這樣加合掌 我通常會聽一點事情做的 有時候是打坐才會做的 如果我做比較 不能說是劇烈的 如果是長一點的那些 我就有時候 放假的時候通常會打坐才會做的 那我就習慣了寫一些東西 寫的意思是在電子電話寫一個很簡單的文章 可以說日記也好 但是一些比較可以令到自己 grounded 就是好像回來現在 一些或者祝福的東西 一些自己 OK 就是令自己舒緩一點 舒緩一下 通常我就想到什麼寫什麼 那我就會有一些感恩的東西 我都會寫的 就是會令到 嗯 就是令到 那一天開始 對 那一天開始 有時候寫長一點 有時候寫短一點 沒什麼所謂 但是我就慣性了 做的我就覺得 都是會幫到自己的 OK 因為通常我們打坐 都是由一個動作 就是一個動態 變成一個靜態 中間可能需要一些方法 幫自己安靜下來 靜下來 就是用這個合掌 感覺到自己的兩隻手指 眼睛看著它 深呼吸 或者有一個問訓方法 而聖念柱的念字 我們通常是 如果用簡單一點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 focus在哪裡 而第一個 就容易一點 就是用新念柱 把你的注意力 focus在身體的動作 身體的動作 身體的動作 就幫助你 可以平衡你自己 日常生活有時候 很stress 尤其是stressful 或者是一些 喜怒哀樂的心情 忐忑 都用這些方法 幫助自己 平靜下來 去享受一下 現在的時刻 是的 覺察到現在 當下 發生的事情 這個時候 就是有四念柱的新念柱的精髓 就是從收體開始 這件事是很實在的 或者是個個都會發生的 你不要看我和Ray 分享在兩兄弟善下 其實我和你都會 好像平常人 都會通過一些工作煩惱 家庭、朋友等等 即是我們是分享禅修、打坐等等 但不代表因為這樣 我們是完全好像升了 完全沒有煩惱 即是這件事不對 我們完全不想帶出這個信息 即是會有工作煩惱 是會有家庭煩惱 或者身體 不過我們是想用 希望我們遇到一些自己的煩惱 我們的禅修方法去舒緩 好像一條渠 塞了 原來有一條 有一個洞 有一條渠 可以將一些東西舒緩出去 舒緩出去 而不是沒有煩惱發生 是的 一定是會有的 一定是會有的 然後我們 大家都一起在學習 我只是這樣說 大家都一起在學習 一起去分享一些 覺得對大家都有利於大家的 提出 即是我們都是想提出一些 可以幫到大家 令到大家去參考一下 如果機緣巧合 看到這條片 然後覺得我們說的話是適合的 那就去試一下 我也覺得是 因為新念柱 你說回新念柱 就是 是一種方式 一種方式 去幫你回到現在 當你回到現在 就是你用合掌這個方式 因為觀察呼吸 是太細微 有時候沒有練習過 很難說馬上回到自己的呼吸 但是一些很粗 合掌 或者觸摸大腿 或者觸摸拳頭 會幫到你很實實在在在回到這一刻 當你回到這一刻 為什麼會幫到你 或者我給個 我的觀解 當你回到現在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腦海中 給到一個機會自己 不要再沉迷在你已經在想的事情 或者你在想一些事情 或者你的情緒 你在想一些事情 帶動了你的情緒 或者你的情緒 影響到你繼續想某些事情 一個循環 就是當你回到現狀時 合掌 你就說 我回來了 那你就 那樣東西 拿一個休息 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停一停 其實那個 那個 見解 邏輯就是這樣 令到你自己 因為有這個自我觀察的方法 去幫到你自己去做一些更恰當的選擇 其實是大致上 這個新念處是這樣 其實也不是這麼容易 尤其是當你在煩的時候 你在煩的時候 是因為有他的因緣 在這裡 有這個種子在這裡 令到你煩一件事 例如說 如果你煩工作 是因為你很緊張你的工作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你不緊張那件事 他就會煩到你 這件事我覺得很好 你也不在乎那件事 那件事發生什麼時候 都不會煩到你 或者你在工作上 如果有人想做好一點 但是有很多情況 第一 你不是每件事都可以是你控制的 OK 那說了 而是說 我做好自己 但是有時候你做好自己 都有很多其他一員的因素 不是你控制 你只可以影響到某部分 對不對 那 這個理論 每個人都會聽 但是你在那個 漩渦的時候 就是 都是會煩到你的 但是 煩到你的時候 你怎樣去處理呢 就是 我們就會建議一下 用一些禪修方式 就是說就是四念柱 回到現在 停一停 或者你會清晰 我說是 我其實都是 我只可以 定律就是 我只可以 做最好我可以 然後你又開始回來了 我明白 然後你又準備好 去做你的事 但是不代表煩惱又不回來 其實是一個不斷的學習 但是當你有些得著的時候 我覺得煩你的事 其實我都覺得是真的 不會說完全不再煩 但是或者會減輕一些 或者你又找到一個方式 可以去幫到你 然後就慢慢慢慢 都是要看回大家的恩怨去走 是的 我想神修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去回現在 Enjoy at this present moment 安住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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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多謝你分享 今天 我想我們今天都差不多了 OK 好了 謝謝大家 好 有機會 喜歡就訂閱 按讚 如果有些問題 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OK 拜拜 合掌